第二届《魅力金门烈雨伴成马拉松路跑活动》即将于本周日登场,此次路跑以封师爷为主题,赛程为10K与21K,今年共有700多人报名,还有厦门市的女企业家也将跨海来参加。 为了炒热气氛,主办单位特别有请金房部的海龙蛙兵当天担任领跑员,让此次活动更有看头。 由金门县观光协会举办的第二届《魅力金门烈雨伴成马拉松路跑活动》,今日在烈雨香酒公游客中心举办会前新闻发布会,包括烈雨香公所乡长洪陈发,金门县政府观光处副处长李明培,金门县观光协会理事长吴嘉奖等人,亲自到场为民众说明相关活动资讯。 新民众配合18日至19日,勿将车辆停放九宫码头以利活动进行。 县福表示,此次路跑活动以风机的故乡,烈雨香为首站,调整路线让当天的参赛者能够在健身之余看到更多专属于小金门的独有美景。 19日活动当天除吸引700多人共同参与外,来自厦门市的女企业家也将带领厦门的朋友一起参赛。 海龙蛙兵还将担任领跑员,有20多位小鲜肉领跑,预计活动将更添热点。 吴嘉奖表示,此次路跑以风师爷为主题,赛程为10K与21K每场赛事均颁发给选手一面代表主场乡镇的风师爷奖牌,只有完成无场赛事选手获得的奖牌可。 平成一大尊风师爷,十分特别,参加者将透过路跑活动将烈雨沿路的效力风景尽收眼底。 记者蔡佳珍摄影,分享第二届魅力金门烈雨半程马拉松路跑活动。 今日举办会前新闻发布会,烈雨想掌红尘发中,邀请大家来做客。 记者蔡佳珍摄影,分享第二届魅力金门烈雨半程马拉松路跑活动周日将登场主办单位公布参加奖。 这是烈雨的各事办手里,记者蔡佳珍摄影,分享。